大家好, 来到9月13日的星期二 DiApple Plus 免费台听君一直华 来到星期二一如往日 就有我郭明为大家主持今晚的节目 刚刚过去的周末是中秋节和相关的假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地放假 天气比较热 但天息还可以 所以如果较好时间 也可以看到一轮的明月 但我想近年的操作也是 中秋节就没有了中秋快乐的祝福 反而希望大家可以中秋平安 以至早日可以在里面团圆 因为我想不少朋友 都可能在中秋节 我们经常说每逢街节就配私亲 中秋节就更加思念起一些亲朋 这些亲朋在街节之下 我们就未能够好好地相约一起去渡过 可能隔着某些的墙 甚至隔着某些的大陆 因为对方已经在地球的另一边 虽然大家都在看着同一个月亮 但时区不同 当我们正在上月的时候 他们可能还未见到月亮的出现 但也不要紧 我们保持着一些希望在里面 希望我们每一年往后的中秋节 都距离团圆的日子 能够更进一步 在中秋节之前 我想很多不少的香港人 就更加没有一种快乐的心情 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英国的那边 英女王伊利三八二世离开了 已经达到96岁高龄 有些报纸就用《嘉宾》这个字眼 总之他就离开人世 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 大家都把握着的机会 去到英国的驻港总领事馆 欠花或者做一些留言吊宴的纪念 而且排出来的人龙 我想比起大家的预期都可能长 我今早前去了金钟一转 也去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 今早我大概11点左右 就去到现场 看到那条人龙也不短 都排到香港公园的附近 我去到最多人献花的位置 观察了一段时间 继续有很多朋友来到现场献花 有些朋友经过就尝试拍照 可能留了一个纪念 也看到市馆的职员就在维持秩序 甚至我看到有个市馆的职员 带着一个工作人员 也许是在现场 因为那些花就放在烈日当空的底下 你知道那些花就很容易就会丢借了 所以也在那里向那些花灑灑水 希望保持着花的新鲜 这个也挺人性化的举动力 然后有些工作人员就尝试维持秩序 其实所谓维持秩序 其实也不需要维持 因为在现场的秩序非常正言 纯粹只是在一些出入口附近 就摘一摘排队人龙 不要阻止一些车辆 或者会有人走过的路口出入 但留了不算很长的时间 可能都是几个字的时间 怎料回头的时候 排队人龙已经进一步再排阅一点 由香港公园的旁边 已经过了香港公园的出入口 我预期排队的人会继续很多 果然到下午 如果大家想去现场去签一个叠现策 所以随时要预留 以小时计以上的时间 如果大家去现场都知道 这几天天气都挺炎热的 所以可能要曬着 但似乎纵然天气比较酷热 似乎无助起码有一帮香港人 会去现场做悼念 付出时间、精神 付出或者要买鲜花去到的一个举动 当然 延伸出来就产生了一些说法或者讨论 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去讨论的一个议题 究竟为什么香港人会去现场悼念英女王的离世呢? 因为英女王的离世 我们既不是英国人 我们也没有英国国籍 我们唯一跟英国有关系的 就是1997年之前 我们被英国做了一个殖民统治 做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 有一个词语形容叫做戀直 就是卷戀着当时的殖民管治 有些左媒、党媒等等 都提过 其实从回归之初的时候也有提过 我们是不是要去殖化 就是把以前殖民管治 英国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就会被竹刀抹去掉 这个去殖化在不同层面 可能你也会找到多些蛛丝马迹 也都可以找不到的 为什么呢? 例如我们到现在 仍然有一间医院叫做伊尼萨伯医院 仍然有一间医院叫做威尔斯 仍然有一条马路叫做皇后大道 所以完全的去殖似乎未必真的可能或可行 但实际上也有不少去殖的做法 例如我们的香港警察 就不会再叫做皇香港警察 我们的马会也都知道 就这样叫做香港马会 因为原来回到97之前 你记得当时的马会是英皇如准的 这一部分可能也有一些去殖 但我相信真正建制的传媒 阻媒里提到的所谓的去殖 就不仅是这些纯字面的 而是很特别地 很希望在意识层面 意识形态层面去下功夫 于是近日 那么多香港人去到 英国驻港领事馆外面去献花 去悼念的时候 都让大家重新提出一个问题 究竟大家是不是还是暖直呢 这个时空我们去提到 暖不暖直 我们提到殖民统治 殖民管治 这些的确好像是惹离一些敏感 但是我想大家知道 如果有留意新闻或新闻相关的讨论 其中一个讨论就是 有些传媒在外面 派记者在採访的时候打咪 有些市民就说 这个就是民心所向的表现 结果新闻出了没多久 在Now出街 整段被删除了 那一节的新闻报道就被抽起了 是否一个审查 我想大家今天就能够去审判 但是究竟这个是不是就是民心所向 以至反映民心所向就是暖直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 以我自己为例 我虽然是新于1997年之前的香港 80年代在香港出生 我的父母其实都是香港出生的人 我们是否对于当时 英国殖民管治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好感 很眷恋住的日子呢 坦白说我不是的 我不是在1997年之前 或者之后 我觉得 我起码没有回归之后 我觉得是否英国管治香港 非常之好啊 我真的很不想香港回归中国 我完全没有任何一丝的情绪 当然 回回来 你说香港回归中国 现在我们可能这个字眼不对 政治不正确 中国对香港重新实施的主权 的时候 是否就非常之兴奋 很坦白的 我也不是的 我相信也有不少的香港人 可能当时也抱持着一个观念 就是 我们既没有办法去改写 阻止 1997年之后的主权被移交了 我们由英国的殖民统治 变到下去 我们终于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状 我们只能观望究竟香港 由1997年7月1日开始 到后的日子 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 人权等等 甚至不要说到这么宏大 在我们生活的层面 是否真的做到50年不变的状况呢 可能很多香港人都保持着这种心态 所以回到今时今日 即是香港里面的时候 究竟是否就是一种戀籍的心态呢 其实真的未必 如果我们是戀籍的话 我们从1997年7月1日之后 我们一直卷戀着以前 如果看回我们整个香港社会民情的变化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试问一下 由1997年的年中 起码到2006、2007年的时候 2008年甚至乎 或者2010年 即是在左右阻振的时间 其实当时整个香港里面 在讨论英国的殖民管治的时期 甚至乎我们都不会做这些比较 因为那件事我们明白 已经成为历史一部分了 我这样说 不是没有数据支持 不是没有一些文情的报告 在当中去支持 因为如果大家有记得 但 wallet 曾经持有一个国民意研究中心 现在成为 hemp rooms 独立了 为什麽独立了 因为它没有论到学术上 在资源上都不获得充分的支援 那我们就自己独立的运作 如果看回当时的一些民情报告 其实香港人无论对于中央政府 对于特区政府一道的支持 身份认同等等各样 其实是有变化的 而且那个变化是正面的变化 既然我们是一个挺美好的日子 我们不觉得我们的日子差了 其实当时或者过去那段时间的香港人 其实没有一个需要在那里去暖直 或者眷恋过去所谓美好的时光 那实情究竟是不是真的美好 当然也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 这就是真实的状况 所以有些朋友取而代之去形容 其实这个未必是一个暖直的反应 这个可以只是一个崇幽 我们正在追求更好 或者这个更加贴合我们眼前所见的文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看到有不同的讨论 我们似乎都在怀念 那个 the good old days 就是以前美好的日子 特别我看到有些朋友 就可能可以在那里数一下 哇!在英国的统治香港 管治香港殖民地的时代 我们有些什么呢? 呢? 当时的港督就大兴讨木 去建议很多东西 不是大大像工程 是建议一些公屋 一些公共的建设在里面 又或者甚至乎常常都拿来说 你看看当时的港督 他要去做一些落区的时候 是受欢迎的 不需要保镖 不需要警察的 但现在你看看我们的特首 我同样的引述香港文意研究所 前身就是港大民意研究院 他们其实一直在做一些 例如特首民望 主要官员民望 一些追踪的民意调查 你看看 只是单单说 过去的港督 和今天的特首民望 那里是有一个截线图 大家可以上去他们的网站 已经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差别 我想说 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民望 其实不是特别高 不是七八成的支持度 但也贴近六成左右 最后的评分也有五十多 接近六十分 变化不大 但你比较起我们 回归之后历任的特首 唯一就是我们的前特首 曾荫权的任务 是有颇多时间 有一段时间 很明显是超越了 彭定康的民望 到差不多七成的民望 但其余的几个特首 哇 就是在里面 参天共地 我想说 这个正正已经是一个反应 如果你记得 我刚才说 去到2010年之前 其实说的是 由2005至2009年左右 那段时间 其实是香港回归之后 整个我们身份认同的 意识形态的高峰期 当时我们既为自己 身为中国人的身份 可能很自豪 特别是2008年的京奥 当时无论对政府的支持度 对政府的信任度 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其实都是在回归之后的最高点 中央政府就是那个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也是那个特区的政府 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当时民心所向 是正向他们 我相信如果那时候 英女皇后 早在那时候已经离开了 你可以想象 究竟英国驻港令事馆里 是不是有这么长的人龙呢 所以 需要反思的问题可能就是 为什么 经过了再多年的时间 2010年至2012年 经过了多十几年的时间 为什么香港人的民心 会出现一些变化呢 那 有不同的解释 可能是香港人 被误导 被欺骗了 可能被很多假资讯 假新闻欺骗了 所以 我们的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 不断被 一些传媒抹 是否真的这样 是否真的这样 是否这些 真的可以 发挥到这么大的作用呢 是否香港人 真的蠢得这么浇灌呢 那 如果 我们去看 整个 过去的民情 变化呢 我们就会开始明白 我刚才所说的 究竟我们是戀直 还是宋优 究竟我们其实 是借着这些事件 去表态 去告诉全世界 我们香港人 心态里面追求的 其实是什么 会不会是这样的反应 在里面呢 那 我刚才也提过 有些人就说 其实会在罵 为什么要去直化呢 就会同时间去提起 喂 香港在殖民管治之下 你猜真的有好日子过的吗 这个呢 也有关的 当然有不少人就会觉得 不是啊 香港殖民地 尖角殖民地管治香港的时候 都不错啊 经济又起飞 但是有些人就会再提远一点 你看看现在那些恶法 你想想那些 那些恶法是固住他的 起码那些煽动罪那些 英国流下来的啊 他们不流下来的话 就不需要现在用来去告人 还不是英国那时候 也不得不提 你猜英国管治香港的时候 没有打压人权吗 没有做很多压迫在里面吗 那 我必须要强调就是 我们无需去隐瞒自己 或者是当不能处理这些历史 是 英国自己可能都承认 我们有做过这些事情 就是 起码你从英国历史档案里面的文件 他见到自己没有遮掩地 自己如何在香港实施殖民管治的时候 做了什么手脚 什么手段 用了什么高压的政策 但同时他也有 你看到一些历史文件 告诉你 他从高压的政策 如何转移到一些怀柔的政策 而更加公道的讨论 我相信就是 如果我们每次回去 他曾经做过这些什么 就代表他绝对不是好 这不是公道讨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不需要看人类的历史 因为人类的历史 就由原始人开始 你不如说原始人的时候 愿无饮血 你现在不要煮熟食 对吧 以前你也是生吃的 背后说出料就是有进步 别人的管治手段 英国当时对香港的管治手段 是有变化在里面的 而这个变化我们可以 甚至是有进步在里面的 而我们不能够抹走 抹杀了这个进步在当中 但是反过来 我们去看我们今天 香港面对的情况 我们的政府 特区政府对香港的管治 中央对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 究竟在实践的时候 是有进步还是 我们可能很多香港人 都感觉到有一种倒退在里面呢 那如果有倒退的话 就不一样 因为你本身没有的东西 于是他就逐渐进步 加给你 和你现在有的东西 他就慢慢拿走你 那这个落差就会很大了 是否正正面对着这个落差 而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人 在今次 藉着英雷王伊利沙伯二世的离世 事件里面的时候 激发了他们的一些情感 刺激了他们的想法 以至到想藉着一些机会 去表达这些想法出来呢 第一个就是我想今天和大家 去讲的第一部分的题目 就是从《女王之死》 去看看民心所向和是否戀直 我送这首歌给大家 我相信大家近期都会在不同的 新闻或不同的平台里面都听到 那接着休息一会 回来再和大家第二部分的节目 都会讲一下这个疫情 从疫情的变化 我们会看到一些什么 休息一会 稍后见